大家好,欢迎来到甜小蜜的美食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半翻糖蛋糕的制作流程 一会儿会大概的介绍一下 怎么制作糊面感觉的蛋糕 还会分享怎么用翻糖做仿真鱼 和用翻糖制作荷花、荷叶的小技巧 那么我们开始吧 今天的基础蛋糕是鲜奶油芒果蛋糕 在白色的蛋糕底上挤上一些蓝色的奶油条纹 再次抹面抹匀之后 就是我想要的糊面感的蛋糕了 因为蓝色的奶油是很薄的一层 建议抹面时使用软一些的刮板 这样不容易破坏已经抹好的白色奶油 最底层抹面溢出来的奶油 这样用软刮刀的边角 角度平一些转动就可以清理干净了 最后的收尾步骤 每抹一下都要清理干净刮刀 底层抹平之后再抹最上层 如果想要一个圈窝的感觉 可以向内转圈收平 糊面擀了蛋糕底就做好了 像这样小石头的装饰是巧克力做的 烘焙材料店都可以买到 下面来分享这两条仿真翻糖鱼的做法 有点捏效平靡的感觉呢 首先要捏出鱼的形状 可以混合双色的翻糖 也可以使用单一颜色 鱼尾巴用工具压扁 然后用小刀切出鱼尾的形状和纹路 接着切出鱼嘴的形状 沾上鱼的嘴唇 切出鱼鳃 准备好鱼鳍鱼眼睛等小细节装饰 另外一条鱼也是一样的操作 捏出鱼的形状 准备好鱼鳍鱼眼睛等小装饰 准备翻糖专用的胶水一滴 鱼鳍沾一点胶水 粘在鱼身上要粘得老一点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借助塑料吸管 在鱼身上磕出鱼鳞片的形状 这样鱼一下就栩栩如生起来了 小碗里加入几地福特加 加一点黑色的食用色素调色 再加一点可食用金粉 调好的颜色 在做好的仿真翻糖鱼上 刷浅浅的一层黑金色 鱼背的颜色通常会比较深 鱼肚的颜色比较浅 那上色的时候记得要留出色差 也可以再加一点福特加 稀释一下颜色 染出鱼的色差 这样就完成了 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来晾干 下面分享做荷花荷叶的小技巧 深粉色浅粉色白色 三条翻糖粘在一起 揉匀 切成均等的小块 用手把它们揉成水滴状 深粉色的一端再尖角 先需要用擀面杖擀平一下 再用圆头的工具 把花瓣压薄 压出花瓣不规则的纹路 准备一滴翻糖浇水 在做好的脸盆上扎上牙签 一半一半的把花瓣粘上去 荷花就做好了 接着来做荷叶 准备一个绿色的小球 压一个深深的圆坑 坑中间加一个浅一点颜色的绿色小点 用圆形工具压出荷叶的纹路 不要完全的压平 要保留一点荷叶的弧度 再用小刀浅浅的划出 荷叶的经络形状 荷叶就做好了 放在橡皮圈里晾干 可以让它保持一个圆的弧度 最后来组装蛋糕 装饰用的翻糖 至少需要提前一天以上准备好 这样才有可能完全晾干 那翻糖沾到新奶油之后呢 会非常容易融化 所以最好是切蛋糕之前 再把翻糖的小装饰摆上去 那也可以在翻糖装饰品 接触到新奶油的那一面 刷上巧克力 巧克力可以有效的预防 翻糖融化的问题 那对于薄一点的翻糖 对于这样的翻糖排 也可以刷一层巧克力 巧克力可以起到固定的作用 让它不容易断裂 今天的翻糖蛋糕就完成了 让手心来切第一块蛋糕 好吃吗? 嗯,很好吃 太简单了吧 好吃吗? 非常好吃 今天的翻饭糖蛋糕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MISS田小蜜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 或者留言给我一些支持鼓励哦 谢谢大家观看